谁能看出来这是一个16岁的妈妈 带着两个2岁的宝宝呢 明明看起来就像三胞胎一样 这是现在在法国的大美熊欢欢 和她的双胞胎女儿欢妮丽 圆嘟嘟 单单看长相 她们三只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我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来区分欢欢妈妈的 首先被宝宝抢了手里面的足迟不生气 脾气最好的是妈妈 欢欢就跟之前的盼亲一样 是两个女儿的博足机器 而且她的脾气就像美香 像二顺 被两个废头子折腾成这个样子了都不生气 第二个区分妈妈的方法就是 最乱乎乎 最白劲的就是欢欢 谁家的小熊友才两岁多 看起来体型比妈妈还大呀 当然是威武大将近圆子的女儿啦 圆子是我见过最威武的蓝熊啦 他们都是这种肌肉型的猛蓝 欢欢和圆子之间的感情也是很甜蜜的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就是现在回国之后 在成都基地的圆梦 而且圆梦现在的气质是越来越像爸爸了 虽然圆梦本雄是比较胆小的 但是长得像个胆大的呀 欢欢是9岁的时候生的圆梦 13岁的时候生的双胞胎女儿 欢莉莉和圆嘟嘟 这个姓氏是一个跟妈妈心 一个跟爸爸心的呢 不得不说这个掉床的质量是真好呀 调皮的嘟嘟直接压在姐姐和妈妈的身上 欢欢是真的好脾气呀 她是完全没有生气的 但是莉莉是个暴脾气呀 直接生气急眼了 欢欢妈妈真是一个温柔的小天使呢 不过最近 欢欢好像有驱赶孩子的行为了 之前欢欢怎么被孩子折腾 都是不生气不动手的 所以法国好像也是在循序渐进的 让他们慢慢的适应 母女也是快要分开了 莉莉和嘟嘟至少是两姐妹一起的 分开之后他们还有伴 应该不会像他们的圆梦哥哥一样 之前会出现一些感情依赖的问题